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刚介绍的行政法规那么的多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维护法 那什么是社会秩序维护法呢 它这个法律虽然不构成所谓的犯罪 但是它在日常生活我们常常会干到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社会秩序维护法 当你妨碍了什么东西 社会安宁 还有善良风俗 什么叫社会安宁 半夜啊半夜睡不着觉啊 起来咧在那边唱歌啊 或是尖叫啊或是打麻将啊 妨碍社会安宁 还有违反善良风俗的 六条蛇 吃饱没事干了 露出你不该露出的地方 还有妨碍公屋 妨碍公屋的执行 比如说那个有人的房屋烧了 哇你站在旁边站在那边拍手叫好 是妨碍人家救灾 妨碍公屋的这些 还有妨碍他人身体呢等行为呢 会处以所谓的行政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实例的部分 一些实例的部分 比如说当你制造招音或深夜啊喧哗啊 妨碍公众安宁啊 老师刚刚讲的啊 半夜睡不着觉起来唱煎熬 或是唱那个 我没水 我没水没水 在那边拼命的在那边乱唱歌啊 妨碍安宁的 这时候我就会依所谓社会秩序 维护法雷 罚你六千块 太吵了 太吵了 OK 那比如说追踪他人啊 跟追他人无正当理由 禁劝阻不听者 比如说我好喜欢那位女同学 女同学假设都已经成年了 我喜欢那个女同学 男生就一直拼命跟跟跟跟 女同学说你不要再跟 但是你还是在拼命跟 这时候他已经劝阻你的 告诉你不要再跟了 你还拼命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社会秩序 维护法怎么样 处理他三千块的罚款 或给他所谓的圣戒的部分 总之社会秩序维护法 他虽然他不是构成犯罪 但是往往他却妨碍我们社会安宁 还有善良风暑公务 以及他人身体财产的部分 比较轻微的我们都会用社会秩序 维护法来怎么样制裁他 好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同学常常会搞混的东西 两个都是罚钱 罚金跟罚还都是罚钱 两个都是针对人民 违反了法律 然后进行所谓的罚钱的部分 罚金是属于刑法对你的惩罚 罚还是行政法对你的惩罚 再讲一次两个都是罚钱 只是用的法是不一样的 好的最后我们来统整一下 我们讲过违反了民法 要背负民事责任 违反了刑法要背负所谓的刑事责任 违反了行政法要背负所谓的行政责任 那什么是民事责任 最后老师在这里做一个总结跟统整的部分 所谓民事责任就是不履行义务 或是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就必须负担所谓的民事责任 那通常你违反了民法所背负的民事责任 会有这两项叫权利的剥夺以及损害的赔偿 那第二个当你违反了刑法 你要背负的责任就所谓的叫刑事责任 那什么叫刑事责任 触犯了刑法及相关刑法法律所定的罪名 必须负担所谓的刑事责任 那通常刑事责任有哪些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主刑跟重刑 那什么叫主刑有企图刑 有企图刑 什么是主刑 包括死刑无企图刑有企图刑拘役跟罚刑 那第二个重刑所谓的赤夺公权以及没收等等 这些属于刑法的责任 那第三个当你违反了行政法 你要背负的责任就是行政责任 那什么叫行政责任 违反有没有看到 违反行政法规或行政处分 必须负担所谓的行政责任 那通常我们呢 背负的行政责任行政法有哪些 有罚款有申戒有停止营业 勒令歇业或是吊销执照 这等等的就是 当你违反了行政法规 你要接受的惩罚 好这是在明法行法以及所谓的行政法 我们做一个所谓的统整的部分 希望同学可以理解 来吧 这是在明法行政策描需要的行政策描